大家好啊 又到了价值观的时刻了 价值观的节目 现在这价值观 我觉得这是 我又发现个宝藏啊 价值观 什么玩意儿往价值观里一套 你都能成立 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 价值观 我可以审判你用价值观 真是发达国家 你说话那词都温走走 但是就好用啊 价值观 好了咱们说说这个价值观 说什么 说武统台湾呢 基于价值观的考量 武统台湾 为什么武统台湾 这个蓬佩奥 今天已经发表了什么 国会作证 取消香港的这个特殊地 特殊关税代表 那么这个蓬佩奥 基本上已经和 国会这边做完证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一期 蓬佩奥 那蓬佩奥说完以后啊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香港这个特殊地位啊 看来是要取消的 有些人现在想呢 可能中美啊 这个博弈要加深了 从香港啊 从香港啊 在贸易战 在各个方面 都跟中国杠上了啊 你说人大 他就国会 是吧 中国政府 他美国政府 国务院 他也国务院 外交部 他也外交部啊 反正现在就是开始 这个看来要摊牌呀 有意思 其实呢 整个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加大啊 我觉得是好事 这个能促进中国统一 还是我那句话 所有啊 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到最后 台湾就是那个 放气的那个 哎 泄气的法 我觉得解决台湾问题啊 到时候 真的到时候 基于价值观的考量 也到时候啊 这个词我太好了 这词我以后要经常用啊 价值观 价值观是个神 神奇的工具啊 这个什么东西 往价值观里一放 那我就正确啊 哎呀 哎呀 这发达国家的人 真是啊 有学问的 你看就发明一个词 价值观 我就金船脱跳 我就走了 你这法官又基于价值观 所以我就跑了 是不是 剩下的你们自己闹吧 哎呀 那咱说回来啊 美国对中国的所有的压力 逐渐加码 像高压锅一样 那中国怎么样给他减轻这个压力 需要像高压锅有个泄气阀 台湾就是 那就是对压力啊 转换到台湾那里 我觉得中国呢 第一啊 两点 如果美国啊 如果后续中国判断 美国是要与中国 就是要对抗 而且呢 你包括贸易上的对抗 所有的待遇 而且是科技 文化 舆论 所有压制中国 在全世界 包括像有谁讲 带着这些盟友 八国联军 十国联军 八十国联军 一起上 那我觉得中国啊 出手解决台湾 正好 为什么 因为你解决台湾问题之前啊 所有的 就是合同派也好 所有的中国歌派 那些想都是什么 不要跟美国冲突 冲突完了 美国会给你压力 但是现在你并没有统一台湾 也没有对台湾 对吧 形成任何的这个武力威慑 也没有真正动武 压力已经来了 而且这种压力啊 是置你于死地 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没有必要担心了 对吧 就说白了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咱们就放开了 干就完了 对吧 你台湾 无非就干完你 你以后就跑到国际上 跟美国人说 制裁中国 美国说 我们都制裁好几十年 没啥用了 没啥用了 已经制裁了 能有什么效果 就收他 对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 台湾是最危险的 中美啊 像两辆相撞的火车 中间夹着台湾 把台湾撞扁了 这是非常有可能 刚才讲的条件 条件已经成熟了 合同派 对中国迟迟不动手 合同派 其实主要一点是 中美关系 怕影响中美关系 那我觉得 现在已经到到 这个程度了 就没有什么怕影响了 是不是 基于价值观的考量 也该收了 是不是 基于价值观 哎呀 这词太美大了 这词 我现在发现 最有用的 什么事都往价值观 一直考 一套 你就正确了 好了 那个第二点 咱说说武统第二点 如果美国不是真心的想把中国挤扁 也不是想跟中国真正的对抗 你这个时候必须要打出台湾派 就给美国国内的那些鹰派 你记住了 美国国内也有鹰派 也有鸽派 也给美国国内的鹰派 给他看一下 不要让他小瞧了你 因为各个国家都有鹰派 鹰派呀 不是说你中国没有鹰派 你中国光有鸽派 别的国家就对你好了 不是这样的世界 是鹰派要比对方的鹰派还要强硬 而且让对方的鹰派看到什么 看到跟我强硬的后果 武统台湾 对吧 那这样对方的鹰派 他也他也不傻嘛 他看到了以后 他会认真考虑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必须要亮出牌 武统台湾派 要加强在台海地区 学罗也好 对台的这个武统的工作也好 进一步加强 包括这次利用香港的问题 移民台湾的这些 可以安插人员进入 我觉得进入台湾 安插一部人员进入 太正常不过了 到时候就是 你说整个什么敢死队 进入总统府 直接活捉蔡英文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就说鹰派 鸽派这个国家都需要有 千万千万 你不要自己就把这个 中国的鹰派自己就消灭掉 不让中国鹰派出发声 一定要这个时候 特别这个时候 武统台湾的声音要越来越大 要让美国台湾都知道 包括那些国外那些国家也知道 对吧 与中国最后斗魄的结果 失去台湾 对吧 那你中国最坏打算已经预料到了 对吧 我们没有收复台湾 也就是这种情况 我还不如收复台湾 那么对方的这个鹰派知道以后 对方也会收手 他不收手 你正常的武统 我刚才讲了 他就要压死你 那你正常的拿回台湾也是正常的 因为情况已经坏到这种程度了 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完成中华民族统立大业 这样在国际上 你记住了 八十国联军来找你 还有一百多国家 世界上有一百八十国家 剩下一百国家是看热闹 那个看热闹那些国家会什么 会觉得你合理啊 八十国打你一个国 那我收回台湾 其他国家会什么 会承认你 承认你对台湾主权 承认什么 你收回台湾 不会 这些国家不会什么 不会像那八十个国家一样 认为你是什么 你是侵略 他认为你是合理的反抗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 对中国最有利 外部压力也大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一步一步 这一步一步 我觉得就是让中华民族统一 走向统一 以前啊 中国想提武统 我的妈的外部环境里什么情况才能无头 都做生意 中国也没有那么多人批评中国 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国家 对香港指着画脚 对中国指着画脚 贸易战 经济战 舆论战 压着中国喘不上气 哎 这我觉得是绝对千载难逢的时间 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就在今年啊 就在今年啊 就在今年啊 这国际环境对中国也有利啊 啊 以前那些国家你说他对中国也有友好 你确实摸不开面子 你也不能主动挑选呢 是武统台湾呢 今年是啥呀 大环境在这呢 大环境就在这 绝对是中国 我告诉你啊 什么事 都是个事 这个事来了 你千万不要错过 你千万不要错过 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呀 以前没有这个机会 以前中国和和美国至少没翻脸 咱们是是不是还坐下一起吃个饭 今天他已经翻桌了 你还不干掉台湾 直接收回 你还等什么 等下回大家又坐到桌上的时候 你再想去收 那全世界会认为你是挑选的 现在全世界看的是什么 是美国在挑选中国 美国在打压中国 美国在打压华为 美国在什么 要掐死中国 那我这叫什么 我这叫自卫呀 要合理的合法的自卫 收复台湾 记住这一点 今年绝对是收复台湾的最关键时刻 我觉得啊 如果有大智慧的 今年就下手 解决掉的 让美国 让美国对中国真是哪 没有办法了 他想抓中国 想啃中国 想咬中国 一点办法 我觉得如果中国收复了台湾 满洲都能放出来 加拿大都直接就崩溃了 你能把中国怎么样呢 已经动武了 制裁中国 我就等你制裁我呢 你现在也跟制裁没啥区别了 看看吧 对华为 已经都动用到什么程度了 国家行为啊 我觉得 我觉得你中国反而狠一下 这些国家反而老实了 就算他不老实 他还能坏到哪去 现在已经到这这到这种程度了 都要把中国快要逼死了 你现在 你现在喊着武统以后 甚至有些行为像武统那边发下去 反而 国外的有些 有些鹰派他也知道 你是有底线的 而且知道你的目的 他也不敢触动你 因为什么人都是都是观察的 他那边鹰派也在看你中国的鹰派 什么想法 就是台湾 时刻等着像狼一样 时刻等着上去 把这个台湾吃下去 那其他呢 他就担心 他担心这一点以后 他做出的行为 他怕你窜出来 怕你也过界 所以他也会要求自己国家的政府 自己国家的什么议会 有一个底线 反而也形成了一种 军事 也在拉着自己的鹰派 不让自己的鹰派过界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大政治 叫平衡 政治里边平衡 高喊武统 这个时候才是中国高喊武统的时候 而且一定要什么 用实战去准备武统 就准备 今年就收复武统 就收复台湾 今年就武统 就按照这个准备 我告诉你 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国务院 包括那蓬佩奥 看头傻眼了 他绝对会往回收一收 如果 我说了 如果蓬佩奥想跟中国 鱼死网破 想 是吧 现在不是香港的事吗 天天压着中国 他想连台湾也丢了 好 他就想那个 说白了 就想置中国于死地的话 拉着80国联军打中国的话 你不收复台湾 他要弄死你 你还不如就收复台湾 往真了去 就今年收复台湾 按这个准备 对吧 那蓬佩奥呢 他的这个计划 他也就不可能实现了 他的计划是什么 我弄死你 你还不能收复台湾 如果弄死你 你自己手里 还不敢攥着刀捅我 台湾是第一岛链呢 直接把美国整个南海西太平洋全破了 就是一把尖刀捅死吗 蓬佩奥捅死美国 对不对 就是一把尖刀把台湾收回来 还日本啊 跟美国当同盟 日本有什么同盟了 台湾收回以后 日本就整个被西太平洋被包围了 台湾的岛链一破 那日本成什么了 直接在这个射程半径内 日本成什么了 早就是老实了 日本都老实了 日本的船经过台湾海峡 你不老实不让你过来的 听见没有 一把刀 这就是一把尖刀捅台湾 就是一把尖刀 直接插入美国心脏 蓬佩奥想的是什么 我一点点掐死你呢 你不敢拿刀 不敢拿台湾这把刀捅我 我就掐死你 这是蓬佩奥想法 那你这个时候 他如果想掐死你 你一定要拿起这把刀 把他先捅死 于此往破嘛 反正他的目的也是要弄死你嘛 这就看中央判断了 美国到底是不是想掐死中国 那第二点 美国不想掐死中国 想吓唬你 你按照真正武统台湾做准备 你按照武统的做准备 对不对 私底下跟美国也磋商 你看美国的反应 他想啊 就是做个动作 要掐死你的动作 不是真下手要掐死你 你记住了 你马上拿起一把刀 拿起台湾这把刀 冲着他来的时候 他会往回退 是不是这个道理 他假装要掐死你看你拿起刀了 拿起台湾这把刀 要准备捅你了 他就开始往回撤了 说好不好好不好 咱们坐下谈吧 反而呢 你跟他之间和平了 但是他如果是下手狠 就要掐死你 你拿起把刀上去一下 你看他的反应 是往回退了 还是往前进 他如果继续往前进 你也不客气 上去一把刀捅死他 所以我说台湾问题 台海问题 2020年绝对是什么 绝对是关键 中美博弈 我觉得中国领导人 以前领导人给中国留下这把匕首 刺进美国心脏的匕首 西太平洋匕首 就是台湾 这个匕首 中国拿起来以后 可以刺透整个西太平洋 第一岛链破坏 日本 韩国 你还美国盟友 美国盟友能怎么样 直接给你刺穿的 美国没有的西太平洋 什么呀 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都没了 第三岛链 俄罗斯 那轰炸机就在加利福尼亚天天巡航 这回好了 中国以后轰炸机也能进入 进入加利福尼亚附近了 以后拿汉语跟加利福尼亚人打招呼 那美国压力巨大 所以我说了吧 就是一把匕首 这把匕首 中国现在一定要举起来 不能松 这个关键时刻 不能松开这个把匕首 你看美国 到底是真想掐死你 还是假的吓唬你 他真想掐死你的话 这把匕首刺透 武统台湾 如果他是假的吓唬你 你拿起匕首 他会往后退 反而你跟他都安全了 武统台湾一定要记住 这把匕首千万不能放下 2020年武统台湾 另外我今天说的是 基于价值观的考量 价值观 台湾人也别激动 价值观 哎呀这词价值观